燕门前强人总统沙雷4日在首都沙纳市外 遭到获得一两支持的叛军青年运动的击毙 沙雷支持者跟青年运动连日在沙纳激战 根据红十字会表示 已知在6天之内至少有125人丧生 238人受伤 发新社报导 沙雷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GPC的干部证实 沙雷已经在4日在沙纳的南方丧命 GPC的干部赛德表示 沙雷为了捍卫燕门共和国而捐躯 并且将沙雷遇害归咎于青年运动的叛军 赛德说 沙雷和其他GPC高层干部 从叛军掌控的首都地区 逃往效忠人员所控制的地区途中 遭到了青年运动叛军的攻击 军方消息人士说 青年运动叛军在沙纳南方大约40公里的地方 拦下了沙雷的四部车辆车队 击毙了沙雷 还有GPC秘书长佐卡 以及他的副手阿瓦蒂 沙雷在2日脱离了与青年运动叛军 历时三年的结盟关系 开启了与邻邦商务地阿拉伯的谈判 解除瘫痪性封锁的协商大门 沙雷决定背弃青年运动叛军 结果证明是一场致命的赌注 MING PAO TAKUT